那她又是什么原因致残的呀 陈月娇也是好奇地问了一句 同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也是和我一样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好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说 双腿好像动不了 就爬不起床 然后 我们好不容易找来 邻居亲戚地送我们到医院去检查 检查来检查去 都说查不到什么原因 治疗来治疗去 最终都是没有治好 坐在那里的钟春归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们的病几年了 无凡颇为同情地看着她 快十年了吧 反正就是那年 从那个厂房回来之后 就这样 还在我们回来之前 我们家里已经有四个人跳楼了 回来之后 这几年断断续续的 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跳楼 钟春归说到这里时 声音哽咽 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 哦 那你说你们家还有两个疯疯癫癫的人呢 他们去哪里了 无凡想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然后再来分析他们这样的原因 不知道去哪里了 幸好不会打人 所以他们去了哪里了 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担心 他们想回来的时候 自然就回来了 他们去到外面 还有一些好心人会弄点饭给他们吃 所以他们也不会饿死 如果在家里 我这样也很难做饭给他们吃 钟春归很是难受地说道 我能给你把麦吗 我略懂一点中医 我给你把麦看一下 能不能知道你们的病情 啊 你除了会风水还会中医吗 钟春归更加一脸地惊讶 陈月娇笑了笑说道 钟大叔呀 你是不是从来没跟别人交流过呀 还有你们家也没电视 不看新闻吗 天水县不是有一个桃园村 桃园村不是有一个桃园医院 医院里不是很多神医吗 它就是其中的一个 哦 我看过电视 说桃园医院很神奇 当时那个什么莫名的病毒什么的 都是桃园医院研制出来 什么药物杀死的 你这么年轻就是桃园医院的医生吗 钟春归马上一脸惊喜地看向吴凡 显然他似乎马上就看到了希望 算是吧 我略懂中医 一般的病还是能治好的 吴凡还是低调地说道 好 太好了 那你帮我把脉看一下我这个残疾能不能治好 还有我儿子的 钟春归主动伸出了右手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就开始给他把脉 能治好 一分钟后吴凡非常肯定地说道 是吧 能治好吗 我去了那么多医院 他们都说不能治好 所以我后来才绝望了 哪怕在电视上看见说 桃园医院很厉害 我也不抱希望 所以没去找 真的能治好吗 钟春归听了之后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能治好 你这是气血紊乱 我给你开药调理一下气血 自然而然经脉就会畅通 你那条腿就能走路 对了 你儿子在哪里 我去给你儿子也把把脉 吴凡非常自信地说道 就是这间房 辛苦你了 钟春归指了指右手 便一间房 然后走在前面带路 爸 我不想活了 你去给我搞一点毒药来 让我吃下去早点死了好吧 求求你了 爸 我这样躺在床上几年了 实在是太受折磨了 刚进去时就听见一个人 有些绝望地说道 平安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老天爷终于开眼 今天一个神医过来了 他刚才给我把脉了 说我的腿能治好 说不定你的腿也能治好啊 来 快点让他把脉 钟春归激动地说道 床上的那个人睁大了眼睛 并且转过身来 似乎也是非常激动 也许他一直做梦都在等着他父亲说这句话吧 他的内心肯定一直充满了期待 就是有一天自己的腿能治好 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不过当他看见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时 心里还是明显的失望 心里想着怎么父亲把这样的人当成神医呢 这不就是一对小情侣吗 神医都是须发皆白 先锋倒鼓的那一种人啊 小神医 来 麻烦你帮我儿子平安把脉吧 钟春归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并且自己先在旁边坐了下来 想来他的沸腿支撑不了太久 虽然将信将疑 那个叫平安的中年人还是把手腕伸了出来 吴凡观察了一下 这个叫平安的应该也有四十来岁了 可能由于缺乏照顾加上长期躺在床上 所以他的脸色苍白 而且胡子什么的很长 看上去真的就不像个人 吴凡内心很是震撼 真想不到在这个楚州市还有生活这么艰难的人 看来虽虽然农村里很贫穷落后 但是城里的人也不是都过得很开心 毕竟财富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虽然表面上国家很富有了 但是因为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 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只能勉强活着而已 钟春归就是城里人 但是盼来 他们现在的生活显然和以前贫穷落后的桃园村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活着没一点尊严 没一点任何的质量可言 把完卖之后吴凡很自信地说道 大叔啊 你儿子的病情和你的一样 也是因为某种原因导致的气血紊乱 只要中药治疗一个星期就可痊愈 真的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一个星期之后痊愈了 我们一定亲自到桃园村去感谢你们 并且把枕筋给你奉上 钟春归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吴凡摆了白手说道 枕筋就不用了 我学医的时候 我师父就说了 只要是我亲自给别人治病 不能收一分钱的治疗费 完全要普渡众生 好 不谈钱那就谈其他的 沈医 那你先给我们开药吧 钟春归充满了激动的期待 吴凡点了点头 但璇集又摆了白手 说道 好 大叔啊 等一下我就给你开药 在这之前 我还要先把你们全家再检查下 因为总觉得 你们之所以晦气血紊乱 是因为有某些人对你们下手了 才会导致这种结果 好吧 那你赶紧给我看一下吧 我也感觉到肯定是中邪了 要不然不可能莫名其妙发生 这么多悲惨的事情 钟春归很欣喜地答应 吴凡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腿脚不方便 就不用陪着我了 我自己到处看一看就可以了 也好 辛苦你了 钟春归求之不得地点了点头 吴凡对陈月娇做了个手势 两个人就离开房间 他们先是把一楼所有的地方看了看 然后就往二楼上去 哇 他们这二楼以上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就没人去过了 都是灰尘跟蜘蛛网 简直都没办法下脚了 走到二楼的时候 陈月娇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用手在眼前挥动 以驱散那些扬起的灰尘和蜘蛛网 对呀 他们家跳楼的跳楼 疯的疯 他跟他儿子腿脚不方便 肯定一直都不会上楼 吴凡 你看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啊 到了六楼的时候 陈月娇好奇地搂着吴凡的胳膊问道 吱吱 就在这时 一道吓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同时 一道黑影朝他们扑面而来 有情况 陈月娇马上松开了吴凡的胳膊 另一个手中拿的棍子 闪电般地朝那个黑影击打而去 砰 一个重物音声落地 我靠 这么大的老鼠 吴凡看见被陈月娇击打倒地后 再抽出的一只 两三斤重的老鼠 也是非常惊讶 真是吓人 这老鼠真的比你们桃园村的猫还要大 它是不是要扑过来咬我们啊 陈月娇用棍子敲打着 那个老鼠的尸体说道 不一定是要来咬我们 不过这个地方肯定老鼠很多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人上来过 我们小心一点吧 说完之后 吴凡也找了一个东西拿在手上 以做防身之用 一直到八楼 吴凡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陈月娇显然感觉到这个灰尘那么多 而且蜘蛛网遍布 还有那么多老鼠的地方 确实不是自己一个女孩子应该待的地方 于是就说道 算了吧 既然没有发现什么 我们就下去了吧 好 那就走吧 吴凡点了点头 咦 不过就在这时 他突然眼睛盯在了楼顶的一个地方 本能地惊叫了一句 那是八楼的横梁 上面挂着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布袋子 应该也是很久 没有人动过了 上面明显厚厚的一层灰尘 按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吴凡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里面有光芒在闪现 透露出诡异 要拿下来吗 陈月娇见吴凡盯盯着上面看 就知道他有了兴趣 于是主动问道 在吴凡点了点头后 陈月娇纵身一跳 犹如鳞猫一样 瞬间就攀上了三米多高的乌梁 然后一个手抓住那个横梁 一个手把那个挂在上面滴东西取了下来 在他落下的同时 灰尘也到处弥漫 这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用布袋装着都一直在发光 好奇怪啊 吴凡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把那个袋子打开 袋子打开了后 看见里面竟然还一个木盒子 可能是外面有袋子的原因 所以这个木盒子看上去很干净 没有灰尘 而且这个盒子还显得很是亮眼 暗红色的外表 隐隐约约有一种木头本身的光泽 似乎是一种很名贵的木材 纹路清晰 显得朴实但高档 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陈月娇好奇地问道 我打开来看一下 吴凡一边用手去打那个盒子盖 一边保持着相当的警惕 要是盒子里面有什么邪恶的东西 就要第一时间把它扑灭 不能让它伤害到了旁边的陈月娇 啊,一本书 我的天啊 这是一本黄金做的书 金光闪闪地 打开那个盒子后 吴凡惊讶地叫了一句 只见里面有一本32开左右的书页 但是只有翻开的样子 并没有说一页一页的纸 而在翻开的两页纸上面 刻着一些字体 吴凡并不认识 但是这个书颜色是金黄色的 一看就是纯金的 吴凡感觉到这种黄金 似乎和陵府的那个建筑模型 有一点相似 还有那些字是刻在里面的 虽然不认识 但是刻得囚禁有力 比走龙蛇 看上去特别的精美 他心里在想到 这是什么东西 这应该也是什么镇宅之类的吧 怎么却感觉到 好像这个东西跟这栋楼 有点不相符 这上面是不是写了一些字 你认不认识啊 会不会像我们陈氏家族 以前记录下那一种字体呢 陈月娇 摸着那些刻出来的痕迹问道 不认识 吴凡摇了摇头 不过还是在仔细地观察 那那些天书般的字 咦 你看这个 两分钟之后 他突然惊讶地指着上面说道 看见没有 这个字 好像雷神那把剑的剑柄上面那个字 而且也就是我们找到的那个玉烟斗上面那个字 杨爷说了这个是灵字 代表是灵府的东西 我的天啊 不会这个东西 是中春归从灵府那里带回来的吧 我难怪感觉到他和这栋楼格格不入 这么巧 又和灵府有关 那赶紧下去问他一下吧 陈月娇提议道 走 我们马上下去 吴凡也想搞清楚 于是马上把那个金书收起来 提着那个袋子和陈月娇一起下楼 钟大叔啊 你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 我感觉到好像不是你们家里的 吴凡下去后很直接地问道 中春归 中春归看见 他们拿着盒子下来时 神色明显大变 这会见他们问起 却很坦然地说道 没错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就是当年 我在天水县建那个废弃的厂房的时候 捡到的 我看它非常漂亮 可能是黄金的 就把它拿回来 放在顶楼的横梁上面了 这个应该就是灵府的 吴凡很直清楚地说 你看这个这里有个标志 这个标志 我在其他一些地方看见了 他们都说这个标志就是 灵字 代表灵府 是 中春归点头道 我也查过一些资料 这个经书上面的就是古体字 我是在灵府宅基地那里捡的 肯定是灵府的东西 当时我是想到灵府都已经到调了 这个东西 是我在地里面看见的 加上又不知道灵府还有什么人 所以我也有点私心 就把它带回来了 他说到这里时 神色非常不安地看着吴凡 不会说就是这个东西 给我带来了霉运 是灵府的在天之灵 在报应我吧 吴凡点了点头说道 据我所知 灵家是一个大家族 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得到高身之人 或者说是奇人异士 他们会一些倒数 可能在他们灵府的珍贵东西上面 都不下一些禁术在里面 就是防止别人把他们的东西拿走 不过我看得出来 他们没有下什么狠毒的法术 就是一些简单的 比如拿着这个东西 走了会身体不舒服啊 然后没地方医的话 就会想到是那个东西带来的问题 就会把那个东西送回去 他们灵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害人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东西 只要东西还回去了 莫名的病痛会马上好转 这么说来 你相信吗 相信 肯定相信 现在会这种法术的不少 比如五雷打 比如九龙水等 我都知道 这么说来 我们家里人跳楼和我们残疾 包括疯疯癫癫 并不是这个东西带来的报应 而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钟春归又一脸希望地看着吴凡 对 据我推断来说 应该不会是你拿了灵府的东西 所以才家里出那么大的变故 因为我知道灵府指出了两个恶人 他们也许会把那些很毒辣的诅咒加在上面 但是这个东西应该在他们两个人之前就有了 而其他的灵家的祖先都是非常很善良的人 应该不会加非常毒辣的诅咒在上面 哦 那我也真不应该拿回来 这是我人生做错的一件大事 虽然不是直接导致我家悲剧的原因 但我依然后悔呀 我们家这么多人跳楼 这么多人疯癫和残疾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你再给我仔细看一看啊 钟春归非常急切地说道 你们的残疾 还有另外两个人的疯癫 可能确实是这个经书引起的 这样吧 你就把这个经书还给灵府 相信你们的残疾 和那两个人的疯癫都可以治好的 经书上的诅咒不是要害人 而只是要惩戒乱拿灵府东西的人 东西还回去了 自然就没事 所以经书上的法术是防守型的 不会导致你家里人跳楼 你们家里人诡异的跳楼悲剧 应该还有其他的主动害人的 道教上的东西 夹在了你们家人的身上 我给你再找找看 好 吴凡 既然你说你见到了灵府的人 是代表灵府的人来找我的 那就麻烦你把经书带回去给他们吧 我当初确实不应该 把他们的东西拿回来了 我们得到的报应也足够了 希望这个东西还给他之后 我们能够恢复健康 恢复健康之后 我再去向他们赎罪 钟春归略有些尴尬地说道 可以 这样吧 钟大叔啊 这个东西我拿回去找人鉴定一下 是不是真正的灵府的东西 如果是的话 你确实应该归还给他们 因为他们灵府还有人在 好 一切听你的 你帮我安排好了 我非常感谢你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月交 我们去外面看一下 我再整体观察一下 看这个跳楼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好呀 我们出去吧 陈月娇笑嘻嘻地说道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钟春归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并且迅速拿起来一张椅子 看来是准备站不住时随时可以坐下 他们出来了 他们出来了 你看见没有 这个年轻的男人 似乎还懂一些什么法术 在那里指指点点的 是不是在帮钟春归消除诅咒啊 有可能 反正我第一眼就感觉到 这个男的不是一般的人 虽然年轻 但是能量可能特别巨大 说不定真的懂什么高深的法术 远处的那些邻居 看见吴凡和陈月娇陪着中春归出来了 又在那里很兴奋地议论着 吴凡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中春归家那栋八层高大楼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不对呀 他嘀咕道 像你们家出现这种现象 一定是有人蓄意布设了某种主动邪术要害你们 要不然不可能出现八个人跳楼的情况 对啊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可能当年我们还请过道士做法术驱魔 但是也没有什么作用 第二年还是有人跳楼 中春归眉头更加紧皱 嗯 太奇怪了 我再看看 吴凡挠了挠头 然后转过身 继续想着这个问题 突然间 他的眼光落在了对面一栋楼上面 同时脸上的肌肉还抖动了几下 怎么回事 那里有问题吗 陈月娇赶紧问道 吴凡在陈月娇耳边说道 看见没有 那个人在屋外面眼下挂着一面铜镜 铜镜正对着钟大叔的家里大门 看见了 那个铜镜有问题吗 陈月娇好奇地问道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问旁边的钟春归道 钟大叔啊 对面那栋楼住的是什么人啊 哦 也是一个生意人 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 最近都已经去京城发展了 现在家里 好像已经人没有住在这里了 他的身家已经上亿了 他和你关系怎么样啊 还好吧 挺好的 以前经常来我们家走动 和我们家的人关系都很好 钟春归若有所思地说道 很好 吴凡有些疑惑地瞪着钟春归 钟大叔 会不会你并不真正地了解他这个人啊 就是他表面上和你关系很好 其实暗地里却想害 你有没有这个可能 啊 没 没有吧 钟春归明显犹豫了一会才达到 钟大叔啊 你要跟我说实话 我才好分析你们家究竟是什么原因 引起这么多的厄运 吴凡说得很直接 哦 我和他关系本身就是很好 就是有一段时间 也就是我在天水县开场的那段时间 外面有传闻说 我老婆和他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但是我问过我老婆 我老婆说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有一次当面直接问过他 他发誓说不可能 也叫我不要相信外面的人乱说 说是外面的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就相信他们两个人的话了 难道 钟春归说到这里 明显一脸疑惑 听到这里 吴凡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他说道 钟大叔啊 你们家这十几年来的厄运 都是对面那户人家给引起的 你看见他们家屋檐下挂着的那面铜镜没有 那个铜镜是有鞋术在里面的 而且是非常恶毒的鞋术 就是可以吸收你家的财运 然后给你家带来厄运 让你家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他妈的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钟春归听到这里 十声私利节的叫了一句 身体剧烈的抖动了起来 看来他现在已经完全相信吴凡的话了 知道是对方在害自己家里 从而也证实了 对方当年确实和自己的老婆有染 夺妻之恨 杀青之求 哪一个男人会不愤怒 钟大叔啊 你也别激动 这个是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我问一下你 如果真是他这样对你 你想他一家人受到什么报应 吴凡安慰到 我要让他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全家死光光 钟春归咬牙切齿 恨恨地说了一句 对 就应该这样 他做出一你做十五 不能放过他们 太可恶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陈月娇也在旁边支持 就连吴凡也没反对意见 不过他内心还是在想 不知道害钟春归的对方家里 是一个人做的恶 还是全家人商量做的 如果一个人做的 而让全家人受到牵连 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哦 对了 对了 就在这时 那个钟春归说道 我知道他爸妈都是好人 而且年纪也很大了 还是让他们有个善终好一点吧 就不要报复到他们身上了 是吧 吴凡看了一眼钟春归 心里对他多了点好感 心里想到这个钟春归还算是善良的人 像自己一样 也想到了不要牵连无辜 于是吴凡又问道 你知道他们家里具体有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平时的表现怎么样 他们家也有十个人吧 现在他父母都还在 有八十多岁了 他跟我一样六十来岁 有老婆 还有四个儿子 两个女儿 他父母是很好的人 以前对我们家也挺关照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和他老婆就对人不怎么好了 除了和我家关系好一点 对别的人就很差 特别是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就更加坏了 仗着家里有钱 平时都不把我们这些邻居当人看 是吧 他们做过一些什么恶事 让你如此评价他们呢 吴凡进一步问道 这可是官呆会自己要采取什么措施 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能让好人受到牵连呀 他四个儿子 牛高马大 而且不学无数 仗着家里有钱 在外面胡作非为 我听说他们在外面不仅打架斗殴这些 而且还调戏强奸妇女 听说他跟一些实权人物的关系也比较好 儿子们闹出了一点问题 别人要么不敢告状 要么告状 也能由他的关系摆平 所以他们有恃无恐 啊 怎么会这样 吴凡都有一点不敢相信 怎么四个儿子都那么坏吗 我们这里有两个老头子 曾经被他儿子打过 就是因为他儿子开车回家 老头在前面 那归儿子使劲地按喇叭 而老头动作慢了就是走得慢 所以让路让得慢了点 那些人就下车把他们直接打倒在边上 然后扬长而去 中春归说到这里时 摇了摇头 似乎无比地惋惜 哇靠 这么坏呀 那他两个女儿呢 应该会劝一下兄弟们吧 吴凡摇了摇头 都有点不敢相信地继续问道 屁呀 都是一路货 两个女儿也是一样的坏 他们在外面大姐大一样 老是欺负女孩子 他们找了两个男朋友 似乎也是那种混混一样的 所以他们在我们这一区 都算是大姐大 唉 他们一家人要是在一起 那真是一个大团伙 无人敢惹 中春归叹息一声 似乎很无奈 吴凡听了之后 心里大致已经做出了决定 既然如此 那就只让他家的老父母可以善终 其他的几个人 就全部让他们的铜镜反噬吧 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下去 于是吴凡吴说道 好了 钟大叔 情况我大致了解了 我再去找邻居们聊一下 然后我就去会处理那边的铜镜 你就待在家里 我待会回来再给你们开药 这个经书我就先带走了 到时候我要还给邻府 替你赎罪 好 一切听你的 谢谢 钟春归勉强支撑着 搅站起来 向吴凡深深一鞠躬 吴凡摆了白手 示意陈月娇跟自己一起 往外面走过去 外面那些邻居大眼瞪小眼地看着 见他们走进自己时 还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似乎他们到了 钟春归家里 自然也染上了厄运 已经是不祥之物了 爷爷 奶奶 吴凡上前一步 笑着打招呼道 不用怕 我们没有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们家那么倒霉 原因我已经找到了 啊 找到了 你真的会懂法术吗 不可能吧 你这么年轻 对呀 他们家找过道士来做法事 后来还是老样子 一年一个跳楼的 你进去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 你是在开玩笑的吗 我也觉得不可能 你回去最好也请个道士给你驱除一下魔咒 因为凡是去过他们家里出来的人 结果也不怎么好 那些邻居们 你一言 我一语地看着吴凡两个人说道 哈哈 吴凡听了之后淡然地笑了笑 指着对面说道 你们看见钟大叔家对门那户人家没有 看见了 那是陈刚彪家里啊 怎么了 有一个老大爷 很是疑惑地看着吴凡问道 哦 他叫陈刚彪是吧 你们对他了解吗 吴凡并没有直说 而是反问道 了解 不就是一个爆发户吗 非常有钱非常高调 而且这个人有了钱之后人都变坏了 你说起他 我就想起 他曾经和钟春归的老婆搞在一起 后来钟春归还找过他麻烦 难道是他搞了什么鬼 所以让钟春归家里一年一个跳流的吗 那个大爷很直接问道 这么说来 他和钟春归老婆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 知道 我们都知道 就是钟春归他自己埋在鼓里 那是他去天水县开那家公司的时候 他老婆在家里 那个陈刚彪时不时地来找他老婆 进去就是一两个小时才出来 出来时脸上明显是那种累病快乐的神色 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后来我有一次忍不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钟春归 但是他不相信 他说他老婆是对他最忠诚的 不可能做那些事情 后来他可能去找陈刚彪问过这事 但似乎也就不了了之 反正也没看他们吵闹打架什么的 吴凡听了他们的谈话 已经对陈刚彪和钟春归老婆 有见情的事情有了一定的判断 那就是极有可能是真的 自古间情多命案 但还是要了解得更加清楚一点 于是他继续问道 听说陈刚彪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你们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听到吴凡这句话 那些邻居似乎都一脸惊恐 然后忍不住退后了几步 其中一个人四下看了看见没有别人 这才小声地说道 年轻人啊 别提他四个儿子和女儿啊 那都不是人 是畜生来的 畜生 怎么回事啊 你们放心大胆地说吧 我一定会替你们保密的 无凡鼓励他们 他自然看出来了 那些人听说那四个儿子就明显害怕 仿佛看见了温神一样 陈刚彪四个儿子 还有他两个女儿 加上他两个女儿的男朋友 总共八个人 就是我们这里无恶不作的人 你知道吧 他们时常动手打人 老人小孩子都不放过 高兴了打你 看你不顺眼也打人 而且还做了不少毫无人情的事情 我们就曾亲眼看见 他把一个女的拉到行道里去强奸 不准别人看 不准别人靠近 威胁不准报警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没人报警吗 陈月娇听了之后 脸上已经有杀气一出 她也是一个女人 所以最痛恨别人欺负女人 特别是强奸这种事 想想就不舒服 完全无视女人的尊严 唉 有人叹息道 有人报警了 可是他们的老爸陈刚彪 太有能耐了 后来那个女的居然说是自怨的 而且喜欢刺激 所以要在外面假装被强奸 后来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陈刚彪肯定是威胁人家 说你不要钱的话就杀了你灭口 所以那个女的和他家人最后 也真的不得不答应了 所以说那几个就是畜生 在我们这里是臭名远扬 做了好多恶事的 只是他们家太有钱了 父亲的人脉也很好 往往出了事都能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 大不了就赔点钱 没有追究过一点 他们的刑事责任 旁边的邻居似乎说开了 也就一时之间不再害怕 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在那里说了起来 唉 子不教父之过啊 听你们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我告诉你们吧 忠称归家每一年有一个人跳楼 其实都是因为陈刚彪家 在那里挂了一个铜镜 那个铜镜里面有人下了魔咒 就是诅咒他们家一年死一个人 而且都是跳楼而死 吴凡听了之后叹息一声 把事情说了出来 什么 怎么会这么厉害 他们家怎么会这么没有人性啊 对呀 小伙子 虽然他们家的人很坏 但是你也不能乱说啊 他们家应该没那么厉害吧 还有这么厉害的法术吗 我都不相信 竟然可以让人家一年一个人跳楼 那些邻居听了之后 又在那里一脸惊讶的议论纷纷 吴凡淡然地笑了笑 说道 我跟你们识说吧 我能把中春归和他儿子的惨腿都治好 还能让他们家两个疯疯癫癫的人也恢复正常 但是他们家已经死去的人 我是不可能让他们再回来的了 不过 我可以让那些害死他们的人得到报应 会有同样的结果 你们相信吗 你相信吗 我不太相信 年轻人 你吹牛庄逼真的好厉害啊 你那么年轻 真的有那么厉害的功夫 小伙子 看着你一脸正气 有一股王者气质 应该也不像在说谎话吧 那你赶紧做啊 我们就想看到他们家得到报应 大家又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好 吴凡点了点头说道 一个星期后 忠诚归父子和两个疯疯癫癫的人就会好 相信你们都会看得到的 而这个陈刚彪家里 或许很快就会出现有人跳楼自杀的事情 相信你们也很快能得到验证 但是 其实我之前心里一直在犹豫的就是 如果这么严重地报复他们家 会不会对他们来说很冤枉 不过 刚才听了你们的话 我觉得 他和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死有余辜 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 就拿平时他们做的那些恶来说 他们都是死有余辜 再加上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忠诚归家八个人的跳楼 都是因为陈刚彪家 在铜镜上下了魔咒而导致的 那么他们家全部死光 也是报应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活该 旁边的邻居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行了 既然你们大家都说他是活该 那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我现在就去那边了 你们随意 吴凡说完朝这些邻居挥了挥手 就朝陈刚彪家里走去 喂 小伙子 你要小心一点啊 就在这时 后面一个老人善意地叫了一句 哦 不是说他们家去京城了吗 应该没有人在家吧 吴凡很自然地应道 不 虽然他陈刚彪在京城做生意 他儿子女儿也另外买了别墅 但是他们也偶尔会回到这里来 所以你还是要提防一下 万一给他儿子他们看见你在他们家门口就麻烦了 哦 好 那我会注意的 谢谢你们啊 看见吴凡和陈月娇往陈刚彪家里走去 这边的邻居更加议论起来 久久没有散去 而且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 后来更加多的人汇聚到这里 吴凡所说的是 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是重磅消息 也必定是未来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情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钟春归一家每年有一人跳楼 原来陈刚彪一家搞的鬼 而且极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奸情邪术 这些本身就是最容易引起话题的事情 很快 吴凡和陈月娇两个人就来到了陈刚彪家的那栋大楼面前 不过大门紧锁 而且那个屋檐可是有二十米左右的高度 陈月娇和吴凡功夫再好也跳不上去 一时间拿那个铜镜没办法 怎么办 拿不到那个铜镜啊 要不我们进他家里去 陈月娇盯着那个铜镜问道 嗯 只有进去他家里才是最容易拿到铜镜的 但是他家里没有人 我们也不能擅自进去 不能办违法的事情 擅闯民居可是极大的 侵害了别人的利益 那就只有想办法爬上去 可也没那么高的梯子怎么办呀 吴凡摇了摇头 四下看了看 在想着办法 一定要拿到铜镜才能有用吗 陈月娇问道 对 拿到铜镜后 我要把上面的符咒修改一下 才能改变铜镜的作用 铜镜就不会再起到伤害别人的作用 我其实在心里还是想着 只要解除这个铜镜对中春归家的诅咒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让陈刚彪家也受到同样的伤害 所谓的渊渊相报何时了 顺其自然吧 天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吴凡想了想还是说道 啊 你刚才在那边不是说要让他们陈家的人 也一个接一个的跳楼吗 还是当着这么多邻居的面说的 现在不这样了 陈月娇有些意外 对 不这样了 之前是心里非常愤怒 所以一时冲动说了出来的 陈家那么歹毒害人 我不能和他们一样呀 虽然是他们的报应 但也要死人的 因此我还是要给他们痛改前非的机会 希望他们以后能改正过来就好了 反正对于中春归的受害 我们可以跟陈刚彪好好的说一下 让他给中春归一点补偿吧 我们就先这样做吧 希望两边都不要再死人了 也行吧 吴凡 我知道你是非常善良 不忍心看到别人遭罪 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 反正死人活不过来了 陈刚彪家死再多的人 中春归的亲人也回不来了 陈月娇也点头同意了 那就一定要拿到铜镜 不然的话 我也可以不接触铜镜直接做法 让那个铜镜对中春归家的诅咒取消 同时直接反作用陈刚彪自己家里 哦 既然你决定放过他们 而且还只有拿到铜镜才能放过他 现在就只能想办法呀 我们去旁边看谁家有梯子 借个梯子过来吧 陈月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而这时也有一些胆大的邻居跟着过来 想看他们怎么对付这个铜镜 怎么做法 毕竟大家都非常好奇 吴凡朝大家抱拳说道 各位爷爷奶奶 你们谁家有长梯子的 我们想上去把铜镜取下来 然后做一些动作 就能取消他节中春归家的诅咒 哦 我们家有一个二十来米长的梯子 应该刚好够长 我带你去拿吧 有一个邻居非常热情地说道 然后转身就走 吴凡跟着过去 十来分钟后 就把那个二十米长的梯子搬了过来 然后把它竖起来 放在了陈刚彪家的屋檐下 还别说 这个梯子 好像为这栋房子量身定做的 架上去之后 梯子的上部分 刚好挨着那个铜镜旁边的墙壁上 月娇 我太重了 怕这个梯子承受不了我的重量 这样吧 我在下面扶住梯子 你帮我上去把铜镜取下来如何 吴凡用手晃了一下梯子 有些担心地说道 你的吩咐 我岂敢不从 小女子上掖 陈月娇笑了笑 做了个调皮的手势 然后蹬蹬蹬地就爬上了楼梯 很快就到了那个屋檐下面 嗡嗡 就在他伸手要去取铜镜时 有马达的轰鸣声猛然响了起来 游远极近 犹如惊雷滚滚而来 听见这种声音 所有的人很自然地扭头去看 啊 那些围观的市民发出了一阵惊叫声 然后忍不住拔腿就跑 四下散开了 原来那边有四辆豪车轰鸣而来 那个借梯子给吴凡的老人 还赶紧对吴凡说道 小伙子 小伙子 你们赶紧走 赶紧走啊 把梯子赶紧搬开 不要说是我借的啊 快走 快走 怎么了 你们怎么那么害怕的样子 吴凡不解地问道 那个老头 陈刚彪弟四个儿子回来了 他要是知道你们去碰他的铜镜不打死你们呀 要是知道是我借给你们的梯子 不找我们家的麻烦吗 快点 赶紧下来把梯子搬走啊 老人急得快要哭了 不过陈月娇还在上面呢 哪有那么快下来 眼见着四辆豪车轰鸣着急速驶过来 那个老头似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再一次叮嘱吴凡 千万别说梯子是我的啊 然后他也赶紧慌乱地往另外一边跑了 一时之间原来围在身边看热闹的几十个老人 像是老鼠看见猫一样 很快就躲了起来 一个都不见了 整个现场就剩下吴凡扶着梯子 梯子上面有个陈月娇站在那里 陈月娇也有点好奇 所以他手里的动作停下来了 再盯着下面的人和那几辆豪车看 四辆豪车继续轰鸣着 朝吴凡站立的位置直接冲过来 完全没有刹车减速的迹象 似乎就是要直接把吴凡直接给撞飞 天呀 这陈家似乎太可恶了吧 就这样直接撞这一对年轻男女 哎 陈家似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撞死了人 就说是车祸 大不了赔一点钱 就能对付过去 这一对年轻人不听我们的劝 运气也那么差 怎么就刚好碰见陈家似乎回来呢 看来是要成为轮下亡魂了 那些之前已经散开在各处的市民 都眼睛瞪得大大的 盯着现场 一脸震惊 忍不住嘀咕道 不过 他们看见吴凡在面对咆哮而至的四辆豪车 似乎还非常镇定时 更加感觉到了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当然了 要是吴凡一个人 他也会选择及时避开的 关键是陈月娇还在梯子上面 所以为了保护他 吴凡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只好暗运五成功力 准备在豪车撞向自己时 急于猛烈回击 吱吱 就在躲在暗处的人担心不已 而吴凡即将全力一击时 那四辆豪车却及时踩下了刹车 发出一阵刹车的笑叫声 而此时此刻 车头离吴凡已经不到一只来远的距离了 我的天呀 四周躲着的市民 在惊出一身冷汗的同时 也暗自庆幸 松了一口气 吴凡心想 要是普通的人 被你们这阵势惊吓 肯定都会吓晕过去 你们实在是太没人性了 因此 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一股杀气 在慢慢生腾 就从四个人开着豪车呼啸而来 而且直接冲到 离人家身边不到一尺来远的距离 就足以说明 这几个人嚣张跋扈到了极点 干嘛呢 干嘛呢 这时 四辆豪车的门砰砰地 被暴力打开关上 四个身高一米八左右的大汉 同时下车走到吴凡身边 瞪着他力声吼道 你们这个铜镜有问题 我们想娶下来看一看 吴凡忍住杀气 很直接地说道 我去你妈的 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家呀 你想娶下来看看就能娶的吗 我想玩你上面那个老婆 是不是马上可以玩呀 赶紧下来 给我们跪下道歉 其中一个大汉瞪着吴凡吼了一句 是这样的 我怀疑你们这个铜镜被人下了邪术 专门针对对门的忠春归家 所以我们要取下来研究一下 不会破坏你们的 看完了就还给你们 行不行 无法好生 好气地跟他们协商 之前是因为你们都不在家 也没有联系方式 所以我们就想取下来看一下 马上放回去 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的 去死吧 就在这时 那个说话的大汉怒吼一声的同时 朝吴凡伸出了手掌 拍向他的脸庞 吴凡虽然已经有杀气生疼 但还是不想动手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 就去取人家的铜镜 确实也有一点点不妥 于是他动作敏捷地把脸闪开了 他马的 不下来就去死吧 就在吴凡刚闪开的时候 另外三个大汉也冲过来 竟然直接抬脚 就朝梯子猛地踹了过去 啊 梯子顶端的沉月娇 随着梯子晃了几下 也忍不住发出了惊叫声 毕竟那可是20米高的上面 而且只要梯子下面晃了 哪怕是轻微地晃一下 在最顶上也会晃得特别明显 我警告你们别动啊 如果我朋友出了一点问题 你们就会惹上大麻烦的 吴凡一个手紧紧地扶住梯子 另一个手指着四个大汉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我去你马的 在我们陈家还敢威胁我们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叫你的朋友赶紧下来 你们两个一起跪着向我们道歉 另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把梯子砸了 让你和你的朋友死在这里 对方无视吴凡的警告 继续嚣张至极地吼道 吴凡为了陈月娇的安全 只好暂时忍住怒气 对上面低陈月娇叫道 月娇 你先下来吧 陈月娇见下面的人 不但威胁自己的人身安全 而且还对吴凡如此不敬 已经是怒火冲天 杀气生疼了 他嗖嗖嗖的如飞而下 指着四个大汉冷冷地问道 你们是让我们下来跪在你们面前吗 哈哈 你不跪也可以 我们对美女都比较仁慈 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了躺在地上 只要让我们快乐了 今天的事情就可以不再计较 其中的一个大汉笑嘻嘻地盯着 陈月娇的前身说道 因为陈月娇实在是太漂亮了 不仅是身材撩人 而且因为一直生活在桃源地府 所以那个肤色也特别的白 女人只要长得白一点 就会显得更加的诱人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一白遮千丑 何况她这种本身就是绝色佳人呢 他妈的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让人家女人脱了衣服躺在地下 还有这样的人吗 吴凡听了之后 心里已经下了决心 这些人不可留 啪啪啪 就在吴凡还没动手时 陈月娇断然伸出手 闪电般的 就在他们四个大汉脸上扇了几巴掌 动作如此之快 又是出其不意 打完了时 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 你他妈的 竟然敢打人 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呀 其中一个大汉大怒 捂着被打红的脸吼了一句 然后他就快速跑向了汽车 当他再过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拿了四根大铁棍 自己留下一根 另外三根递给了他的三个兄弟 他用手中的铁棍 指着陈月娇的额头叫嚣道 美女 在这块 地方上从来没有人 敢大声地跟我们说一句话 敢打我们的 你是第一个 也终将是最后一个 你打我们这些耳光 可能也是你今生最后一次动手了 现在我们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就自己脱掉衣服 躺在地上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你打死 去死吧 在他话都还没有说完时 陈月娇大叫一句 二话没说 再次抬起手要长乖他们的脸 反正他们不要脸 那四个兄弟显然也是酒精沙场 见陈月娇再次动手 也马上把头闪开了 同时手中的铁棍就继续朝陈月娇 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 八打八打 吴凡怕陈月娇吃亏 所以身形一晃挡在他的前面 两手同时往外一捏 顿时就把两根铁棍给捏住了 在捏住铁棍的同时往旁边一晃 又把另外两个人打过来的铁棍给挡住了 几乎在同时 吴凡按把蒸汽灌输在铁棍上面 然后用力一推 他不想贸然间打死了这四个兄弟 只想给他们一点教训 所以只用了一成的功力 轰隆隆 那四个兄弟明显承受不了这一层功力的冲击 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气 作用在自己手腕上 同时身体忍不住地后退 最后控制不了 同时轰然倒地 我靠 这对年轻男女真的厉害啊 我看他们之前不像说假话了 不但会法术 而且功夫太厉害了 连陈家四虎都打不过他们俩 对呀 我都说看出来他们有王者气质 要是一般人 怎么能看出铜镜里面的奥秘呢 他们应该是神 一般的人 哪能看出中春归家悲剧的原因 而且还敢直接对陈家人动手 太不简单了 那些躲在暗处窥探的市民 忍不住又再窃窃私语起来 四个大汉这时或许也看出来了 对方这个大高个子不一般 自己四个兄弟加起来 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他身边的这个女人 似乎也是一脸杀气 功夫也不错 再说呢 他们可能也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有理的一方 毕竟是无凡私自驱动他们家的东西 所以他们在彼此相识一眼后 竟然有一个人掏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对他们来说 法律合乎自己的利益就用 不符合时就当法律不存在 不到五分钟后 就有两辆警车呼吓而至 治安叔叔 他们两个人光天化日之下 偷我们家的祖传铜镜 而且在我们发现并制止时动手殴打我们 你们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看见治安人员来了 那四个兄弟赶紧上前 恶人先告状 你们怎么回事啊 治安人员走进吴凡 和陈月娇问道 事实上 他们看见那个梯子 梯子的镜头就是一面古董铜镜 也就相信了四兄弟的话 所以对吴凡说话的语气并不太好 吴凡解释道 是这样的 这个铜镜可能被某些人做了手脚 就是有邪术 对对面低中春归家里不利 我们想把它取下来 然后化解一下 放屁 偷就是偷吧 还那么多的解释 你要解释也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好吧 说什么对谁家不利 那是明显的说谎 没一点科学根据 你想不到好一点的借口吗 读过书没有啊 臭小偷 一个陈家兄弟 一脸鄙视地看着吴凡 两人说道 什么邪术道教之类的东西 对于无神论 唯物主义者来说 确实是不值得相信的 于是几个治安人员看向吴凡 威严地说道 你们涉嫌侵占他人财产 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喂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 陈月娇指着那些治安人员 冷冷地说道 你别妨碍我们执法 否则我们会告你 你会有麻烦的 那个治安人员继续瞪着两人 你 你 陈月娇几乎忍不住了 即将要动手 不过 吴凡赶紧拉住了他 对他说道 有人报警 他们出警是他们的责任 而且我们事实上也做的可能不是很对 没有先报警 再驱动陈家的同镜 我们也有错 这样吧 我们去跟他们解释清楚 听了吴凡的话 陈月娇似乎虽然很生气 但是却也不得不卸下了内禁 进了派出所后 吴凡说道 我们的目的 只是化解那个同镜上被人不下的诅咒 确实不是要偷他们的 当时可是有几十个市民在围观 要偷也不可能这样偷吧 那些市民都可以替我们作证 我们确实是有其他的目的的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还什么邪术 什么诅咒 那都是骗人的东西 我会相信你们不是偷 可是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呢 有个治安人员哭笑不得地说道 好吧 就算我们糊涂了 但是我们真的不是要偷 而且那四个人态度特别恶劣 他们一过来就要我们下跪 而且出言不逊 让我的朋友脱光衣服 躺在地下 也是他们动手推那个梯子 至我朋友于极度危险之中 我朋友下来之后 也是他们先动手打人 而且他们从车上拿了铁棍出来 显然他们平时就是时常作恶 无凡进一步替自己解释 就在这时 另一个治安人员走了进来 在询问吴凡的那个治安人员耳边 说了几句什么 那个治安人员点了点头 然后对吴凡说道 好了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们确实是因为怀疑 那个铜镜有什么问题 所以要取下来做什么化解 虽然这是很糊涂的行为 但是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的意图 而且发生争执时 对方的态度也非常有问题 因此我们判定你们互殴 双方各自不再追究可以吗 行 我们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吴凡点了点头 对吗 你们也有错在先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去动人家东西 就算不是偷也不好啊 既然你答应了 那就回去吧 回去吧 治安人员明显松了一口气 挥了挥手 要调查 吴凡跟陈月娇 是不是去偷那面铜镜 当然非常简单 所以不到几分钟外围调查的治安人员 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再说了 陈刚彪弟四个儿子为非作歹 他们作为一方治安人员 也不是不知道 他的四个儿子被人称为 陈家四虎 惹是生非 心狠手辣 在这一区域无人敢惹 吴凡和陈月娇走出了派出所 他叹息道 哎 我本来还想放过陈家一马 不让他们受到中春归家同等悲剧的报应 没想到他们却这么饿 刚才就想置我们于死地 完全没有一点人性 对呀 你想想 他们在那个场合 都说要我脱光衣服躺在地下 被他们来玩 如果不是大庭广众之下 如果我们没有功夫 今天我岂不是要被他们糟蹋吗 这就说明 平时被他们糟蹋的女人可能多了去 对于这样的人就应该毫不留情 不要把他当人看 而当成畜生来对待 陈月娇也是一肚子气地说道 好吧 看来一切都是天意 接触不了同静 我想帮他们都帮不了 那就只能这样了 用另一种方式 化解同静的邪术 同时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吴凡摇了摇头 他们回到中春归家附近时 那些原来很热情的邻居 看见他们过来都往旁边躲闪 似乎害怕看见他们 你们怎么了 吴凡摇见他们很害怕似的 于是远远地就问了一句 哎 就是因为你了 刚才借梯子给你的那个老人 被四个兄弟的麻仔打伤住医院去了 他们还说 要是知道我们有谁跟你说过话 就要打我们 什么 把他打进医院了 岂有此理 这些人真是该死 吴凡很生气地说道 同时他心里也下定决心了 这一次就不再善良了 做一次恶人 回到中春归家里后 中春归很紧张地说道 我看见你们在陈刚彪家里遇到了麻烦 还有治安人员到场呢 他四个儿子回来了 你们怎么样 没受伤什么的吧 没事 我们没有受伤 你都看见了那边发生的事情 无凡神情轻松 当然看见了 你们要去替我做事 为我解除魔咒 我当然非常关心 我看见你们搬个梯子上去的时候 他四个儿子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很担心你们 可是我的腿有问题 过不去也没办法过去帮你们 后来我看见治安人员也来了 我真担心得不得了啊 还好看你们平安回来了 唉 中春归叹息一声说道 他四个儿子不是人啊 陈月娇说道 他们不仅用脚蹬梯子想把我摔下来 还说要我们跪下 甚至还说让我脱光衣服 躺在地下给他们玩 而且听说他们还把借梯子给我们的那个老人家打伤了 你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该死啊 那四个儿子跟两个女儿早就该死了 只是他们力量强大 一般的人都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而且他们关系很好 跟治安人员也有交情 一般的小问题也不会追究他们 好 我知道了 钟大叔 既然他们那么坏 那就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吧 吴凡下了决心 你家里有没有箱主纸钱这些 有 有 我这就去给你们拿 你等一下啊 钟春归点了点头 然后马上艰难地走进了屋子里 几分钟后他拿着一大碟的纸钱 还有一大把箱和两根蜡烛 一个打火机走了出来 说道 我们家里以前老是出事 老是要记神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有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亲自搬了一张桌子 摆在钟春归家大门的门口 然后把箱竹这些点上 面对着陈刚彪地家 吴凡微微闭上眼睛 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了 天地秘术里面如何反噬邪术的口诀这些 他嘴里念念有词 然后朝空中鞠躬三次 最后点燃了纸钱 去吧 在那些纸钱熊熊燃烧之后 吴凡用手猛地往前一挥 顿时 那些本身就非常薄 且已经烧得有部分成了灰的纸钱 竟然犹如利剑 嗖的一声往前直飞而去 当然了 这些纸钱在凌空飞舞没多久就落下来了 但是钟春归 包括陈月娇 还有附近那些暗中围观的邻居 都非常惊讶地叫了一声 因为他们居然看见 仿佛有一束光像是力剑一般地 直接朝对面陈刚彪夹的 那面铜镜射了过去 铜镜似乎冒出一阵黑烟 朝陈家屋子飘了进去 十分钟后 吴凡停下了动作 把桌子搬回去 然后说道 钟大叔 我现在给你开几味药 好 那对面他家里会怎么样 那个铜镜还会不会害我们呀 钟春归显然非常好奇 想知道结果 不会再害你们了 我已经完全破解了他的诅咒 你放心吧 以后你们家一定会恢复正常的日子 对了 那两个疯疯癫癫的人呢 是你什么人 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也要为他们把下麦 哦 他们一个是我老婆 一个是我女儿 没回来 不知道去哪里去了 你老婆 吴凡听了之后眉头皱了下 不是说你老婆和陈刚彪有染吗 怎么你们一直还在一起啊 是啊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反正我听说了那种传闻之后 就问了我老婆 他否定了 虽然我也有点怀疑他的话 但是也没什么证据 既然他否定了 那我就当作没有这回事吧 自我安慰算了 后来我们也没有争吵什么的 就这样一直过下来了 终春归苦笑着达到 神色间明显无奈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行吧 我们再等一会 看他们会不会回来 如果不回来 就先治好你们父子俩 下次再给他们母女治 好 谢谢你们啊 吴凡和陈月娇坐在那里 又等了二十来分钟 还是没看见两个疯癫的人回来 而此时天色已晚 太阳早就已经下山了 于是就说道 钟大叔啊 这些钟药你要按时吃下去啊 一个星期之后 你们的腿就能复原 等你们的腿复原之后 你们再带着你老婆和女儿 到天水县来找我 对了 我叫吴凡 就住在桃园村 你只要在天水县打停就知道了 好 谢谢 啊 原来你就是吴凡啊 我好像听说过吴凡很厉害的哦 真没想到 原来就是你 谢谢 钟春归非常感激地鞠躬道 不用客气 那我们走了 吴凡朝他挥挥手 然后就是一尘月娇和自己离开 怎么样啊 你们走了 不再去管那个铜镜的事情了 在吴凡和陈月娇出来后 有两个老人 见陈刚彪弟四个儿子不在对面 又是好奇地过来打听 不用了 我当初想接触那个铜镜 其实只是想化解铜镜 对钟春归家的危害 并且对陈刚彪家没什么影响 现在既然陈家人阻止我们 去动那个铜镜 我就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化解的同时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什么意思你懂吧 吴凡非常直接地说道 懂 就是说不仅能化解铜镜对中春归家的诅咒 而且能让这种诅咒反噬 以后陈刚彪家里也会出现同样的下场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人好奇地又问了一句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本身是不想这么做 但是他们家四个儿子太坏了 没一点人性 所以一切只能听随天意 只能这样了 哦 那我就翘首以待吧 如果真的能这样 我们要放鞭炮庆祝一下 那个老人脸色明显地变得更加高兴了 吴凡也没多说 点了点头就离开 虽然陈刚彪家里人似乎是死有余辜 但是真正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让他们死去 即使是顺应天命 但吴凡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过意不去 不过从今天的事情来看 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天意 自己想往好的方向去做都办不到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离开中春归家 陈月娇看了看天色 说道 吴凡 现在天快黑了怎么办 我们今天就在楚州住一个晚上还是回去啊 这样吧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 然后再打电话叫小三开飞船过来 把我们接回去 我们还是回去好一点 要不然不放心家里那么多人 好 我刚好也肚子饿了 我们去吃东西去了 陈月娇很开心地笑笑 两个人走路来到离开中春归家大概一千米左右的地方 就看见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大排档 虽然还是初春 有点冷 但是却有很多的桌子摆在外面 而里面也是灯火辉煌 人影晃动 显然生意非常好 你们要吃点什么 服务员见两个人走过来 赶紧过来笑脸相迎 给我们四瓶白酒 把你们的拿手好菜端上来就可以了 陈月娇很干脆地说道 他和吴凡在吃的方面都是一样 没什么特别喜欢 只要能吃的都能吃得下 一个是在地府里生长的 一个是在最贫穷的地方长大的 哪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呢 四瓶白酒 就你们两个人吗 服务员愣了一下 赶紧问了一句 怕自己听错了 对 四瓶还嫌少呀 就我们两个人 不够的话再拿就是了 陈月娇挥了挥手 不是 好的 你们请坐这个位置最好了 服务员引领他们坐下 然后就把单拿出来在上面划了几下 最后再给他们看 说道 点了这三个菜 够吃了吧 够了 就我们两个人 快点上就是 肚子饿了 陈月娇拍着肚子 有些调皮地看着吴凡笑了笑 吴凡再次环视四周 发现这个垫子里面 好像有六七张桌子 都已经坐满了 在外面 也摆了两排大概十来张桌子 看来生意确实非常好 基本上每张桌子都坐满了 当我想你的时候 就在等着饭菜上来的时候 吴凡的手机突然响了 见是小雅打过来的 吴凡马上接听 喂 小雅有什么事吗 吴凡赶紧问道 桃园地产公司湖州分公司 在楚州运作才几天时间 而且正是东区改造的关键时候 所以吴凡对于小雅打来电话 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哦 没什么事 公司一切正常 东区改造正在按计划顺利地进行 我是听冰冰爵说 你来楚州了 所以我想打电话问一下 你还在楚州吗 在呢 刚办完事情 准备待会叫小三开飞船 来接我们回去 现在正在跟月娇 在这里吃东西 是吧 吴凡 你来了楚州怎么不找我啊 我要敬假地主之意安排接待你们啊 那边小雅很兴奋地问道 你现在过来啊 陈月娇听出来了是小雅 所以把脸凑到电话筒边说道 等你过来买单呢 我和吴凡都没带钱来 要不等一下 要吃霸王餐了 哈哈 好啊 在哪里 我马上过来 那边的小雅非常激动 嗯 就在天原路建设银行这边 你过来这里 见路边有个大排档 非常热闹 门口摆了十来张桌子的地方就到了 好 我马上来啊 挂了电话不到15分钟 就有一辆小车来到了附近停了下来 吴凡远远地看见 正是小雅还有范小丽 两个人下车走了过来 这里 这里 吴凡赶紧招手叫两个人过来 哈哈 吴凡 你们好会享受啊 在这里吃喝 这里的东西真的很美味的 我以前来过这里吃过 范小丽 也就是许罗师看了看四周 笑嘻嘻地说道 那就是天意 我们是随便找的 不过看他们服务还是挺好的 而且这么多人在这吃应该确实不错 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吴凡笑了笑 这时 服务员也看见他们增加了客人 于是赶紧给他们拿来了椅子和餐具这些 很快 韭菜就上来了 吴凡和三个女孩子非常快乐地吃喝起来 就不到半个小时 四个人就喝了有八瓶酒 服务员远远地看见 不由地扎舌 心里想到 这真是江湖儿女呀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海量 哎呀 服务员 你家的洗手间在哪呢 我要去上下洗手间 看见有服务员在边上时 陈月娇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对问道 哦 你跟我来吧 我带你过去 女服务员非常热情 来 我们继续喝 吴凡 难得第一次和你在一起在楚州喝酒 我们今天喝个痛快 小雅又举起了杯子 三个人在一起又干掉了四瓶白酒 这时 吴凡皱起了眉头 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说道 小雅进去快十分钟了还没出来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可能吧 她可是女侠啊 谁敢对她动手呢 小雅笑了笑 我还是去看看她吧 她好像也喝了不少的酒 不要醉全在马桶上面了 你们两个在这慢慢喝啊 吴凡说完就站起来 走进了店里面 按照刚才 陈月娇和店员的背影找了过去 来吧 我们喝吧 小雅朝范小丽举起了杯子 说道 吴凡喝酒可真厉害 我现在都有些头晕了 不过难得醉一次 今天要好好的喝一回 我们来个不醉不休 范小丽也非常开心 喂 美女 美女 就在这时 旁边响起了一道男人 有一些粗鲁的声音 同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订阅